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大拇指在手的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了大拇指 40%到50%的手功能将丧失 3月11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生肖成伟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近日他们接诊了一位右手拇指缺失十余年男性患者 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手术后 成功将该患者的足拇指移植到右拇指上 今年22岁的患者小杨 右手拇指因电锯受伤缺失十余年 一只苦恼不能写字的他 希望能够用右手写字 一周前在走访多家医院后 他最终来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骨科就诊 肖成伟介绍 常规拇指再造是选择足的第二指 对于拇指三度以内缺损 亦可以选择足拇指移植再造 经过术前充分讨论 以及患者的要求和手术安全评估 他们最终选择足拇指移植 手术治疗的话 对于拇指再造来说 选择的方式还是比较多 可以选大拇指 也可以选二拇指 患者就一直坚持使用大拇指 因为他的拇指缺损 也就刚好是可以采用大拇指的 最后经过数前讨论 最后选择了大拇指进行一个移植 然后就安排了一个手术 手术我们大概进行了十个小时 顺利地将患者的拇指 成功地移植到了手上 肖成伟介绍道 该患者童年时 陈旧伤存在肌腱神经血管 软缩或缺失 手术技术难度进一步增大 此外该手术需在显微镜下 采用比头发丝更细的线 吻合血管以及神经 对医生的技术和经验要求极高 不仅要对解剖了如指掌 还要具备高超的显微血管缝合技术 也是一项难度系数及风险很高的显微外科手术 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 就是我们血管它有变异 因为正常我们脚的就是足背动脉 就从脚背上的那个动脉过了以后 那么它会就是说少部分人会存在缺乳 那么如果一旦缺乳的话 那么就是说就有可能会造成手术的失败 一旦这个手术失败的话 病人就没有拇指了 那么脚指也失去了 如今手术已经完成了一周时间 小杨的拇指弓正逐步恢复 同时他也能下地行走 萧成伟预计 再造的大拇指经过两三个月的康复训练 就可以自如地活动 恢复到正常大拇指的六七成功能 我觉得走路正常的话 应该我脚弯到手上 然后会方便一些 我以前都是走路那些嘛 都是手都揣到包包里面走的 就吃饭那些 还有去读书写字的时候有点不方便 现在就感觉很好 很舒服 我现在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